近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大陆的多所大学 是相继召开国家安全和保密刑事报告会 那么一篇透露了报告会部分内容的匿名网文 在网上是迅速传开 文中爆料 报告人不但将美国称为一切反华势力的源头 还说世界上50多个国家 包括朝鲜、越南、伊朗等兄弟国家 都向中国派出了间谍渗透 评论认为 极权特征之一就是制造敌人 而中共制造敌人 不是为了对外战争 而是为了对内维稳 这篇匿名文章说 报告会刚开场 报告人就将美国定为一切反华势力的源头 并声称 中美以前是意识形态的矛盾 现在更是生存空间 生存利益 生存模式之间都存在竞争与冲突 报告人认为 美国已将战略重点从反恐转向了 对新兴大国的遏制 即东进战略 中共一向喜欢找一些假想题的转移矛盾 现在中共内忧外患不断 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中共欺骗百姓 妄图把这个百姓对中共的气氛 转移给美国的一种伎俩 随后 报告人大篇幅地讲述了 境外间谍敌对势力 对中国的所谓渗透 并结合案例描述了与这些国家的间谍大战 其中包括台湾 澳大利亚 加拿大 韩国 日本等国家 令人们意外的是 报告人公布的渗透中国名单中 竟然还有伊朗 朝鲜 越南 等中共的兄弟国家 报告的爆料者为此吐槽说 没有永远的朋友 报告人还说 中共与台湾的地下斗争 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台湾间谍以台商身份 向中共党政军高层渗透 有所谓上百名军官被策反 而中共官媒新华社也被间谍进入 大陆在台留学生成为了情报人员的关注对象 尤其是有政治背景的 可以作为以后安插的钉子等等 此外 报告人还列举了 目前有50个国家的100个宗教团体 4000个NGO组织在大陆存在间谍活动 中国驻外机构普遍被安装窃听设备 驻加拿大温哥华总领馆曾查出45部窃听设备等等 网民惊呼 真是举世皆敌人啊 就算这些都是真实的 那我们不仅要问一个问题 这么多国家和团体 为什么会一个步调的针对中国呢 如果中国没有共产党会是这样吗 中共这个体制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现在很多国家都已经感觉到 中共的这个存在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危害 那人家当然要防着你了 上述关于各种所谓敌对势力 对中国的渗透和策反等说法 遭到了舆论强烈质疑 人们认为所谓的敌人都是中共故意制造出来的 目的除了转移国内民众视线 主要是为了制造恐惧 以巩固中共政权 更因发争议的是报告人声称 当前中国大陆发生的群众事件 背后都有境外势力的支持 群体事件都是怎么发生的呢 还不是百姓被逼得没了活路了 才不得以停而走险 哪一次不是中共派出非常多的爪牙 大打出手 最后这些群体事件都是以百姓被镇压结束呢 要说境外势力 中共夺权才真正靠的是这个马列苏共这样的邪恶的境外势力 爆料者将报告内容总结成 一 中国不可能与美国共存 二 各国对中国大陆的间谍活动已经渗透到了方方面面 林子旭认为中共的确不能和美国共存 就如同独裁专制不能和民主 人权等普世价值共存一样 英国作家奥威尔在1984中预言 极权统治赖以运转的条件之一 对外仇恨 树立一个长期敌人 灌注仇恨 充分利用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缺了对外仇恨 人民就不生存在恐怖之中 不生存在恐怖之中 自然不需要极权的保护 恐惧 谎言 仇恨是极权教育的唯一目的 使用任命的苦心 中vals fluid 中vals 码